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股做一个Blake Full 二三线股的办法力 可能有机会比较强 我觉得这支3738 可以留意一下 这支股是做什么呢 其实它是做一些 帮你做知识产权保护 视频方面 以及帮你帮助那些内容 做一个变演 这个除了它是一个 有相关概念的股之外 另外你要看 去到下半年 现在看抖音 到底有没有机会上市 而它也是其中一支 抖音相关的概念 的一支股份 再加上 业务的增长 相对上挺稳定的 你看看第一季的收入 对比去年同期 也有65%的增长 内地业务的增长 其实是更加强 有195% 跨近200%的增长 所以无论 你看到业务 再对比去的概念 以及走势上 你看到今天 跟着的政策大市 和科技股有一个突破 在这些因素之下 我觉得是其中一支 可以留意的 二线的科技股 当然 风险因素也不能忽视 始终是现在在说 政策大市的气氛 会否能够转这部向好 以及转向一个突破 有一个风险因素是什么呢 港股 去到22000 这些什么水平 原来已经止步了 为什么会止步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你 A股可能就是 去到这样 觉得它要停停 一停 港股这些 就是要停一停 很多股已经拉上来 又是低位 其实也不少 可能要停一停的时候 很多的 无论科技股也好 就是二线那些 可能又会 比较急些 才会 比较急些 第一步又会资金 退回出来 这个会比较大一点 大家要留意 所以 向上也是有一个奥差potential 向下也不能够 忽视的下降 所以万一 如果真的失去四个四 或者去三个九 这些相对上 还行的一些位置 它就回落下来 假设它去到一个 这么大的幅度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明确的 向上突破的时候 就算它没有再向下 拆回去之前的这些 不要说放得那么远 去到三个半这些 我觉得也不需要等到它那么远 去到四元 或者穿三个九 我就宁愿走一走 上网可以去看了多少 上网 我觉得你可以看着五元 或者五个半 先挨着这些水平 如果有机会到 而整体的气氛 其实也是配合的话 才再一步一步去推高 再加上目标价 甚至乎 到底原来是 你再配合云管 经济数据也好 或者未来可以再公布 第二个业绩 原来也好 整体的大事又回稳的话 这些股票才可以慢慢 让你继续 一路一路向上去做 否则的话 现阶段来说 大家抱谷心态是什么 就是你少注入去 拼一个return 然后在下方便要严守纪律 看看能不能够 之前由低位拉清 回上来 有很多不同的 折 profit的股 开始有人折一些 profit 然后审计到二线股 去做不同资金的操作 现在整体的逻辑是这样 向上有upside 但向下 大家都是要去看着 不能够去掉以轻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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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ş 好 如此 感谢观看